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我们今天来读圣经 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三章 我们进入到启示录第三章 我们发现启示录第三章讲了三间教会 那么这三间教会是七教会里边 后边的三间 那一个是萨迪的教会 一个是非拉铁非的教会 最后一个是老底家的教会 还要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对老底家的教会 对非拉铁非教会都是蛮熟悉的 那这个结构有点像三明治 你看到没有 一个是萨迪的教会 主责备他 这个教会在主的眼中没有什么好处 一样都没有完全的 那么第二个非拉铁非的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 它在中间 那后边是老底家不冷不热的教会 那我们看到神在这末世的时候 通过老约翰在启示录里对教会来讲话 那么来讲什么呢 我们来读萨迪的教会 萨迪的教会很像我们今天的教会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圣经 我们大家打开启示录第三章 我们看一到六节 你要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按明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你要警醒 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 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 怎样听见的 又要遵守 并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临到 你也绝不能知道 然而在萨迪 你还有几位是未曾误会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凡得胜的必要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车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神的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的名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当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话语的面前 让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 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生命之中 让我们能够赤手真道 让我们能够警醒起来 让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 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在这世界败坏的时候 能够为你发光 主啊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 求你怜悯你的仆人 主啊 来引导今天这个正道的时间 与我们同在 愿你得荣耀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好 那我们已经讲了七个教会的四件教会了 那有弟兄姊妹说 哎呀 这个牧师赶紧我们进入到这个四匹马吧 我们赶紧进入到末日 你别着急 这个末日来了 这个很快就到了 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难道不是末日的倾向吗 我们看到这个瘟疫在美国已经杀死了这个三十多万的人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个瘟疫在美国还不断地在这个肆虐 根本就没有止住的迹象 我们也看到这个最近因为这个黑命贵这个运动 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美国面对着这种这种社会的问题 这些打砸抢烧 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是民在攻打民国在攻打民国 这个就是一个末日的征兆 那所以我们在了解末日的时候主耶稣让我们先了解教会该怎么做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教会该怎么做呢 那我们教会该如何在这末世的时候来荣耀主耶稣的名呢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七间教会代表着我们今天普世的教会 那我们看到我们讲了以弗所的教会 这是失去爱心的 那今天我们很多教会难道不是失去爱心吗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施美拿的教会是致死忠心的 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 在这个逼迫的面前 誓死忠心 那今天我们这两天我们看到又有教会被强拆 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中国来祷告 为神的儿女来祷告 求神兼顾他们 我们也看到这个别加摩的教会 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顺从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我们也看到这个 这个菲拉推拉的教会 服从了耶洗别的教训 这些都是错误的 一端的教训进入到教会 今天的末日的教会难道不如此吗 我们看到东方闪电 我们看到新天地在教会里横行霸道 对不对 尤其在中国的家庭的教会 你看到中国的教会里 多少多少的一端 非常多 当然没有韩国多了 可是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说 这一端的盛行 就是末日的征兆 这绝对是末日的征兆 所以我们看到 当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萨迪的教会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一个 什么样的教会呢 一个昏睡的教会 这是主耶稣特别痛恨的一个教会 他昏睡 昏睡 所以主耶稣在萨迪教会里面 在批评 好像比前面的教会都要重 都要重 但是也有那么几个 几个 让主能得到安慰 穿白衣 与主同行的 那有这么几个 主得到安慰 好 那我们来往下看 我们看这个 这个萨迪教会的背景 萨迪教会谁建立的 我们现在也不清楚 圣经没有交代 但是好像 好像跟这个约翰应该有关系 因为约翰在那里边附近 募会了二十年的以赴索 那萨迪呢是在老底家的南边 大概是三十五英里的地方 老底家的南边 那么他是在士美拿的东边 六十英里的地方 在这么一个三角形 是这样一个地方 那么耶稣讲到 对萨迪教会的责备 这个教会跟这个城市的文化有关系 萨迪是一个什么样的之城呢 他是后面背山 前面有一条河 是非常的美丽的地方 也是个商业之城 那么萨迪这个城市呢 有一项特别骄傲的事情 就是他们永远攻不破 他们平时在山下平原地生活 当敌人打来了 他们就上山 上山只有一条路 那山顶上呢 那就是这个一个城堡 萨迪人全部上山 躲在那里边 那个路呢 只有他们萨迪人知道 没有人都知道 因为那个有上千米的高度 然后他力斗势埃 没有路可走的 只有一条路 那这就有点像中国的华山呢 这个说明人说天上天下华山 只有一条路 那条路又特别特别的窄 那一夫当官万夫莫开 那不仅是一夫当官的问题了 他根本就是你根本找不到那个路 但是在历史上 那这个城市一千年之内被攻破两次 第一次攻破是因为古列王把他打败了 为什么能够攻破他 就是因为他们昏睡 所以耶稣为什么只说萨迪桥是昏睡的 跟那个城市的两次被打被攻破 是有关系的 第一次 那个古列王 当时呢 波斯的古列王带人围绕城市 围了一年多 找不到路打不下来 那古列王呢就花钱买向导都没有用 找不到那个路 后来呢 他们这个萨迪的一个士兵 这个头盔咕噜咕噜咕噜到这个山底去了 哎呀他这个这个很心疼那个头盔 他半夜就悄悄地摸到山下 把头盔捡回来 可是人家这个 这个古列王的兵 人家不抓他 人家跟着他 就把那个路发现了 那所以这种疏忽啊 疏忽就有了破口 发现了以后 上去了也没有关系啊 你发现了 只要你守城门的都警醒 也没有关系啊 结果守城门的都沉睡 好了 古列王的兵就 把沉睡的兵杀掉 把门打开 大军进去 学习整个的萨迪城 所以耶稣啊 告诉他的教会 你要警醒 警醒 警醒啊 萨旦 无时无刻的不在盯着你的教会 啊 盯着你的教会 所以你们要警醒啊 就是在这里来的啊 那么当然还有第二次也同样的事情发生 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啊 跟这个有关系 那么这萨迪这个教会 是一个跟当地的城市一样 什么都很安全 因为他们与世界妥协 萨迪也拜偶像 他们拜拿迪米 那么萨迪也拜皇帝 啊 萨迪呢 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当地的神 啊 当地神他们也拜 萨迪也有犹太人 这犹太人呢 他们也并不怎么逼迫这个萨迪的教会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跟 这个萨迪的教会呢 就跟犹太人像犹太人 那跟这个外邦人像外邦人 那我们做主的教会 应该犹太人跟着我们像耶稣 外邦人看着我们来像耶稣才对 可是我们这个教会就跟世界都是一样的 所以没有什么可以逼迫的 因为大家你好我好他也好 啊 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没有什么原则可以坚持 也不见得为 啊 真道来争辩 当别的教会 别家魔力 他只有啊 这个啊 三十五英里 啊 还有这个 士美拿里他只有六十英里 士美拿在海边啊 就隔一个山翻过去 那士美拿教会那么被逼迫 也没有看萨迪教会发出一声声源的声音 不仅没有声源也没有帮助他们给他们那些穷苦人一杯凉水喝 没有的 萨迪觉得这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过着安稳的日子 那他们呢 这个非常的好 这个有点像不缺钱 啊 然后也没有逼迫 然后过得好好的 所以耶稳说 你们看着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今天很多的教会也是如此啊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当耶稣来了 对这个教会的责备 教会的责备 那么我们看到萨迪的宗教有三个主要的宗教 第一个 就是崇拜皇帝 罗马的皇帝 他们这个 他们当然崇拜皇帝 他们也 也这个讨罗马人的喜悦 所以当年他们还争 要争要建那个罗马的皇帝庙 结果没争过这个 别加摩 被别加摩抢去了 他没抢去 他还挺生气 第二个呢 他这个 敬拜这个 亚迪米女神 亚迪米啊 这个也叫戴安娜 我们叫戴安娜迪米 这个是 这个亚迪米女神 那是当时崇拜的一个多辱之神 这个就是一个生育之神 所以人们崇拜他 这是 所以萨迪的教会也不反对 对亚迪米的崇拜 那么看到说 这个敬拜 他们还敬拜大自然的女神 所以这个 这三个神 对这个 萨迪教会都一定的影响 那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世界是如此 我们今天的教会 在哪个城市 就会受到哪个城市文化的清晰 那我们怎么样用基督教的文化来影响他们 而不用他的文化来 来影响我们 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信了主了 我们就了解 基督教的文化 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文化 最好的文化 因为基督教的文化 从上帝来的 有公义 有慈爱 有公义 有慈爱 而且基督教成为一个人的生活的方式 一个人信了主了 他就不会去参加打砸抢了 你看今天这个打砸抢了 有几个信耶稣的 有没有教会牧师去打砸抢 没有嘛 有没有教会的长治通空去 也没有嘛 那有没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去 只要参加教会的弟兄姊妹 可能都不会去参加这种事情 那如果和平抗议 当然有了 那马丁路德金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牧师 他带着这个黑人 争取黑人的民权的时候 他也是抗议 但是马丁路德 从来马丁路德金 从来没有点一把火 从来没有扔一个石头 从来没有抢一双耐克鞋 对不对 这是一种和平的 所以马丁路德金被人纪念 被人遵从 所以弟兄姊妹 教会当世界没落的时候 教会应该为教会 为世界祷告 而不是同流合骨 所以尼布尔讲到 教会的基督教的文化 来到世界文化的时候 他要影响世界的文化 把世界的人从 世界分别为圣 从那些假神的崇拜 物质的崇拜 这个异教的崇拜 带出来 带到上帝的爱子的国度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撒迪教会使 耶稣基督非常的失望 所以耶稣责备他 也很严厉 那我们今天来看 耶稣基督 我们还是从 今天没有称赞了 我们就分享四点就好 第一点 我们看主的介绍 主说 你要写信给 撒迪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 那么这谁 这是耶稣基督告诉约翰写信 给撒迪的教会使者说 那么受写信人是约翰也是耶稣 那么受信人是撒迪教会的使者 那就是撒迪教会的领袖 这非常重要 这个我讲过 所以主耶稣介绍自己的是说 那有神的七星和七灵的 七星 七星是指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领袖 在基督的权柄之下 所以那七灵就是指圣灵 就指圣灵 那么这个圣灵参透万事 你可能你撒迪教会你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 但是圣灵参透万事 圣灵知道你这个教会问题在哪里 所以呢 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 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 这个教会就变成了这个中产阶级的俱乐部 没有圣灵就没有活不 没有神的灵 没有圣灵就没有爱 没有圣灵就没有认罪 没有圣灵就没有悔改 没有圣灵就不能认识耶稣是主 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圣灵会怎么办呢 那很可怜呢 对不对 我说这圣灵不是灵恩派所说的那种 他那种外在的那种表现 那种表现有的不一定从圣灵来 但圣灵很重要的两个功能 第一个就让我们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第二个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可以认罪悔改 所以耶稣说我是七灵 七灵就是完整 七就是完整 那神的一个灵来到我们中间 要引导教会 让教会认识到上帝的圣灵 所以耶稣基督这样介绍自己 是因为说他知道撒迪教会所有的问题 第二点我们看的主的责备 主怎么说 主在里说你 你 这个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看这里要讲到耶稣说 我知道 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怎么样呢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的行为是按 这个 按理说 按明说 有明 你叫有明无实 按明说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按明说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责备 说你的教会是死的 那如果我们风中华教会有天耶稣来了 说你的教会看着是活的 其实死的 那我们大家都难过呀 对不对 那我们一定要活出 那我们一定要活出 主耶稣给教会该有的使命 活出 耶稣基督给教会 给弟兄姊妹 该有的 见证 这个非常重要的 那主耶稣警告他们说 你是 这个 看着是活的 看着教会有存在 教堂也挺大 然后人们这个敬拜还挺活泼的 然后大家彼此用餐吃的热火超天的 对吧 可是 没有主让他们活出的行为来 行为来 就光顾自己 不管别人 也不管这世界的 不去影响世界 他又把就像一个灯台 他把灯放在斗底下了 别人看不见的 所以耶稣说 你这是 你这是 不讨神喜悦的 其实萨迪教会 在两方面都不讨好 那世界的人呢 也不把他们当教会 觉得这帮人 反正就是跟我们差不多 对吧 该去拿地民庙 拜就去拜拜 该是 这个 去从业工会 跟他们就吃 吃吃 该去敬拜皇帝 就敬拜 没关系 就像今天中国的教会 有的教会 这个一边拜耶稣 敬拜耶稣 一边拜这个国家的领袖 国家的政党 我们今天看很多的图片嘛 这个就跟萨迪教会一样 今天的中国的官方教会 就是萨迪教会 那就是萨迪教会 所以你就看到 他们就是这样子 他们所有的都可以妥协 因为他信仰可以妥协的 只要让我聚会就OK了 可是你在聚会不讨神喜悦 那聚会也白聚会 没有意义的聚会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萨迪教会 跟施美拿教会是一个对比 施美拿教会 为神敬宗 他们的主教 普律甲 为主殉道 萨迪教会不需要为主殉道 因为他们已经跟政府妥协了 还需要殉道吗 不需要 还能跟什么政协委员呢 什么这个都可能的 这没有关系的 所以他们不需要殉道 而且还捞世界的好处 所以这个教会在耶稣的眼中 耶稣讲是什么 是不讨喜悦的 是不讨喜悦的 耶稣说 你看这是活的 按名是活的 你还叫教会 但其实你是死的 你没有教会的实质 没有教会的实质 那么一个教会 究竟有哪些的实质呢 我觉得 像我们教会叫 传扬福音 横切祷告 彼此相爱 人人侍奉 完成主给我们的大使命 那这是我们的实质 其实一个叫 很重要一点 我觉得很重要 这么几点 第一要 爱慕 可慕神的话 并且遵行 第二点呢 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 第三点呢 要有仆人的态度 来面对弟兄姊妹 第四点呢 要传扬福音 而且 把福音传给任何的人 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 最重要的 因为神的爱 催逼我们来传扬他 那么第五点呢 就是要做 门徒的训练 你为了传福音 要做门徒训练 第六点呢 强调属灵领袖的重要性 要尊重神的仆人 强调他们的领袖 所以强调秩序 一个国家也需要秩序 今天你看到 美国这个秩序失去了 会怎么样 人人自危嘛 对不对 人人自危嘛 你看这个黑命贵 这个运动啊 我不说黑命贵 黑命当然贵啊 那你说那华人命贵不贵 卡尼斯命贵不贵 那白人命也贵 因为上帝创造的人 不管黑人白人 黄土人 人人平等 这个才是对的 如果任何一个民族 高级的其他民族之上 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看到说 那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传扬福音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是 强调这个教会的秩序 强调教会秩序 然后呢 拆传 开荒 祷告 然后增长 然后向世界不妥协 向异端不妥协 向政权不妥协 我们还向谁不妥协 我们还向魔鬼不妥协 所以我要 这个致死忠心 才能讨神的喜悦 如果这一实相 你都有 就说明这个教会是活的 否则就是死的 那么 凡萨迪教会所行的 耶稣怎么说 我们看第二节 你要警醒 坚固那 剩下将要衰微的 因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哇 这个 这个很吓人 这个耶稣 你在我上帝面前 你的行为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那萨迪呢 做事情也是如此的 萨迪这个城市 这个庙建了好几回 建一半地震 它有地震 震倒了 然后要重建 没有一样做完的 城市也是 后来 这个城市也都毁了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萨迪教会 跟这城市一样 做任何事情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那我们今天 我们看到说 这样一个教会 神不与他同在 没有爱 没有公义 没有见证 就像今天 我们今天美国的教会 怎么样呢 我们今天看到美国 今天这个 这个城市里边 骚乱成这个样子 那教会都做什么了呢 教会有没有 兴起来祷告 去把爱心传递给那些愤怒的人 对不对 所以一个国家 要有公义 圣经怎么说 公义是帮国高举 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那我今天看到很多的人啊 也包括白人 包括华人的 我们就利用这个黑人 这个这个 这个致死这个事件 托利德致死的事件 开始就做自己的文章 做有的是为了选票 有的是为了掌权 然后呢 就操纵这些事情 这个不好 这个不讨神的喜悦的 这个不讨神的喜悦的 所以呢 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公义 一个国家没有法律 一个国家再没有爱 这个国家就会没落下去 就像萨迪的教会一样 对不对 那法律呢 就是不应该根据福色 法律也不应该根据民族 法律也不该根据这个贫富 法律是公平的 法律对黑人是公平的 黑人命很贵重 法律对华人也是公平的 华人命也很贵重 法律对白人也是公平的 白人命同样的贵重 法律对印尼亚人也是公平的 印尼亚人命一样的贵重 那么在文化里边 我们一定要尊重一个国家的法律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 我现在看到很多的州 把警察的这个 这个费用都给砍掉了 这个就是这能解决问题吗 就因为一个警察 一个白人警察 把黑人给压死了 这个这个我觉得 那黑人压死了 他被人同情 那个压死人的白人警察 那被人唾弃 他已经被判了 已经被起诉了 以这个杀人罪起诉 另外几个警察也都fire了 这个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嘛 要按照法律来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我觉得现在再发展下去 于是向中国的文革打砸抢 而且这个让领袖下跪 要给他们下跪 这个不合适 我觉得这个不合适 那原来我们中国文革的时候 不是那那个刘少奇 国家主席制定法律的人 因为没有法律了 毛泽东不要法律的时候 这个制定法律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的签字的者 被造反派给斗 打 最后不幸的死去 这个教训呢 在中国现在开始传到美国来了 传到世界各地去了 这个文革 文革要回来 这个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是一个 教会在这时候一定要警醒 帝庸怎么一定要打开属灵的眼睛 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我就想如果那个 亚死那个不是个黑人 是个华人会怎么样 可能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如果亚死那个黑人 那个警察是个黑人会怎么样 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了 如果亚死这个 这个人是一个白人 亚死他是个黑人 那个警察是个黑人 调过来会怎么样 也不是个问题了 所以今天人们把这个种族问题呀 把它政治化 我觉得这个也不好 这个不好 一个一个国家 如果很多的 别有用心的人 政治正确的人 就会用这些问题来 制造种族冲突 今天我们看到多少的黑人 在那呼吁 不要再这样 不要利用我们黑人 不要利用我们黑人 对不对 有很多的黑人 年轻人 把警察保护起来 那今天一个国家 如果真的没有警察了 中国文革的时候 就没有警察了 对吧 那个时候 红尔当道 要什么警察了 警察也都被逗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就国家危险了 这个就不是上帝所希望的 美国这个样子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为美国的 这个警察来祷告 除了为黑人祷告以外 也要为警察来祷告 让双方和好 让神的爱 神的公义领导 让神的爱 来化解这一切的 种族之间的分歧和仇恨 那我是一个 这个有色人总 大家看我长得就比较黑 但是我来了 我对黑人 对白人 我同样的尊敬 因为人家都是 比我们先来美国的 来建设这个国家 所以我们华人呢 李当 在这个国家的建设上 付出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能力 和我们的金钱 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当然 从圣经的角度来说 这一切并不合神的心意 因为挑拨离间 那是属于魔鬼 那神的儿女 应该是和平的使者 因为耶稣是和平的君王 因为他 定死在实际上 灭了两边的冤仇 灭了犹太人跟外邦的冤仇 也灭了黑人跟白人的冤仇 也灭了这个世界 所有的有分歧的冤仇 不分种族 那么不分辐色 他们都可以在 通过耶稣基督的身体 与父神和好 也彼此和好 所以你看 以赴所说 他拆了中间隔断的墙 耶稣来了 最遗憾的是 今天很多人 不要耶稣 很多的政客 也不要耶稣了 那很多的人 觉得这个世界 用他们的智慧 用他们的军队 用他们的警察 就能解决的 但如果你想 今天美国 还是一百年前的信仰 今天美国会怎么样 还有一百年前的信仰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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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一百年前 那时候 美国百分之九十都去教会 今天只有百分之五十几的人去教会 很多人都不信耶稣了 所以很多人 现在要把神的话语 从国会拿走 从学校拿走 从哪都拿走 而且学校也不许祷告 这个当然世界会越来越乱 所以真的 我真的是为美国来祷告呼吁 盼望美国 这个伟大的国家 伟大的民族 赶紧归回上帝 归回上帝的怀抱 归回上帝爱的怀抱 否则这些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所以好 我们看到萨迪的教会 就是这样一个教会 那么在神的面前 没有一样是讨神所喜悦的 没有一样 没有一样 没有一样是完 完全的 所以那主就责备他们 主责备他们 主也劝诫他们 我们看第三点 主的劝诫 主怎么说的呢 所以你要回想 回想你是怎样领受 怎样听见的 又要遵守 并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 我几十临到 你也绝不知道 这里边我们看到 有几个重要的词 我们大家要了解 所以你 耶稣基督说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 把你前面 做个统结 你没有一样完全的 你看着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你要 你要怎么样 你要回想 回想 回想 remember 我们 我们先 回想 那首先我们看到 我们回想什么呢 要回想啊 回想我们是怎样领受的 最起初 要听见了什么 这有点像对加勒泰书 保罗对加勒泰书说的也是 你要回想 起初我怎么教导你们的 现在你们就脱离了 这个正确的教导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首先我们看这几点 要注意几个字 第一个 要回想 回想最起初的领受 领受 就像耶稣对 以弗所教会说 你要回想起初的爱 一样 那你最起初 你怎么领受福音的呢 你怎么见到教会的呢 我今天想 我要一回想 回想到 十七八年前 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弟兄姊妹 多么的火热彼此的相爱 那今天慢慢教会 开始教堂也有了 我们什么都有了 什么都不缺了 我们慢慢慢慢的 我们就也失去了活力了 这是事实啊 我们祷告会也没有 那么多人参与了 也没那么火热了 我们小组里边 也不像过去 那么彼此相爱 那么热情了 然后我们主日崇拜 就变成流域行日 反正每个礼拜 都要去教会 都要去崇拜 有的时候甚至不知道 去教会干嘛 弟兄姊妹 我们慢慢也失去了 我们做基督徒 跟世界也没什么不一样了 没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们很多人也去了 很多人的教会 都差不多美国的教会 美国的华人教会 大多都是在沉睡的 我跟他说的一句话 很多人不服气 我包括我们的教会 有些的堂会也是沉睡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要回想嘛 回想起初神 让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 让我们做什么 我们难道就是 为了找了一个地方 我们待在一起 去吃个午餐 聊聊天 觉得比较放松 不是的 我们一个人被神呼召 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 永恒的计划 因为神在任何一个 神的女生都有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什么 我们要回想 要回想 所以我盼望这个信息 听完了 弟兄姊妹 今天你回去 你闭上眼睛 你不用多 你用十分钟来回想一下 你的信仰生活 你觉得我信仰生活怎么样 那现在我们疫情期间 也不能去教堂了 我们教堂都不用去了 那网络上我们主日崇拜 我们会不会参加呢 有的我们就辞到啊 其实在网上你会看到 你伤了多少人 我们一看就看到 当敬拜 祷告 想起来的时候 我们大概三分之一的人都不到啊 慢慢等到 讲道越来越多 讲道快到讲完了 人最高潮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回想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即使在空中的崇拜 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敬拜的是神 不是弟兄姊妹牧师看见 是上帝看见你在那里 敬天地敬拜他 所以要回想 否则 问题在后边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我们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悔改 我们的生命车上会把我们的名字涂掉 你会看到这个 这个是警告非常严厉的啊 非常严厉的 所以第二点我们要警醒 警醒 主耶稣 常常告诉他的门徒 你们要警醒 你看警醒 警醒什么呢 因为我们 常常的 常常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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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 上帝给我们的托付 对不对 你看 第一个是回想 回想 然后呢 第二是悔改 悔改 所以我们 悔想了 我们就该悔改 我们把不合神 西的东西拿掉 悔改 那第三 那第三就 警醒 第三就是 警醒 那警醒我们基督徒就不能够沉睡嘛 耶稣基督常常告诉的门徒 那个在耶稣要上持架的时候 他就对彼得说 你难道不能警醒 片刻吗 那 那 彼得连片刻都不能警醒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他就昏睡 因为肉体累了嘛 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有 警醒没有 我们有没有迫切的祷告 所以我们还是在昏睡啊 我们反正没有关系嘛 还没临到我们嘛 这个这个 城池起火 殃及鱼池 不是没临到你 临到你就晚了 那你看今天打杂的 那个纽约的布鲁克林的 很多的华人 今天也被抢了 人也被伤了 这个这个这个 枪都低住你脖子了 很多的人 你虽然要警醒 祷告 祷告 然后保护这个城市 如果警察局缺钱 政府不给钱了 那我觉得你 你应该为警察局奉献 我们应该奉献给警察 让他们来 按照神的心意来保护这个城市 那你自己能保护吗 所以华人千万不要看热闹 有很多华人 唯恐美国不乱 就特别希望美国乱 一乱的好了 一乱他的国就 就就就 就怎么样 就厉害了 那你这种心态 我跟你讲 如果你生活在美国 你绝对不要有这种心态 你生活在中国 你也不要有那种心态 你生活这种 有这种心态的话 有一天 这个这些事情 临到你的时候 你就后悔晚意 你要保持一个爱的国家 你有秩序的国家 对我们华人 我们最少数的 最弱势的华人 是最好的 千万不要发现 希望美国乱 一个乱 很多华人参与嘛 对不对 你看到那个白宫前面 就华人说快快 勾勾走走走 不如连勾勾都不要说 走走走 那就有一些的政党支持的嘛 对不对 那还有一些这个洛杉矶一些的 小红粉也去参加抗议啊 那被抓起来 说大使馆让他们去的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在美国的 如果你是美国的公民 美国的这个绿卡 甚至美国你要移民的 你怕我盼望你 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 希望这个国家 尽快的平息 我为这个国家祷告的时候 我非常有信心 我一点都不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说 洪水泛滥 耶华作者为王 神让很多事情显露出来 当显露出来的时候 神就会解决他 那这个所以我不担心 但是我要为他们祷告 我希望这个 不要这个更多人造成伤害 所以说非常重要 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要警醒 第三第四呢 要兼顾 主耶稣说要兼顾那些 剩下的衰微的 要兼顾他们的信心 那保罗 到哪里都去兼顾教会 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页说 因为我切切地想念你们 要把那些属灵的恩赐 分给你们 使你们怎么样 可以得到兼顾 弟兄姊妹 要谁能兼顾我们呢 神的话 唯有神的话 可以兼顾我们 那萨迪的教会 就是没有兼顾 没有兼顾 所以呢 还有第五点 要遵守 这个遵守非常非常的重要 遵守 那么遵守就是念这书上预言的 要听见要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尽了 这个启示录一打开就告诉你要 遵守 启示录所有的教导都要遵守 因为日子尽了 你不遵守 辞到了 晚了 现在如果我们不遵守 那我们不悔改 我们就晚了 所以感谢主 所以那我们怎么办呢 一个真正的好的教会 要在圣灵里边祷告 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要靠圣灵行事 要建立 以上帝 为准的秩序 因为上帝的圣灵来引导我们 这非常的重要 准备 萨迪的教会 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 在这末世的时候 我们如何来 活出见证 那最后一点 我们看到主的应许 主的应许 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四到六节 我们一起来看 然而 耶稣还有这么一点的表扬 这个表扬其实不是表扬 是我读啊 你们听就明白了 第四节说 然而在萨迪 你还有几名 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 有那么几名 不多 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 他们穿白衣 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所以你看到 再不好的教会 都会有属灵的儿女 对不对 就像索多玛 俄摩拉 那么坏的城市 那还有罗德一家呢 对不对 那你看到 这个这个挪亚的时代 人那么的败坏 那还有挪亚一家八口呢 对不对 今天中午的官方的教会 不管他如何的妥协 但是呢 还是有穿白衣 未曾被污秽的人 我觉得有 我看了很多官方的教会 爱主的弟兄姊妹啊 他们当然很无奈啊 很无奈 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你要把你的这个 从神力里领受的 告诉周围的弟兄姊妹 什么可行 什么不可行 唯有一点 我们在信仰上不能放弃 就是主耶稣 永远的是教会的元首 否则这个教会 做不了心腹啊 这个教会就不是心腹 就被称为淫妇 有一天 耶稣基督应取的时候 不会应取淫妇 他应取心腹 所以其实我讲的大淫妇 就是这个败坏的教会 败坏的教会 有的人说是天主教 但是马丁路德就是说 天主教 就是大淫妇 那赵天牧师说 赵天牧师说 三次教会 就是大淫妇 这个当然 这些是他们自己的看见啊 当然我觉得 今天的中国的官方教会 你看到没有 包括美国的教会 也是如此啊 他们 不管多么 有的教会 你看跟世界有什么区别呢 主教是同性恋 对不对 这个牧师也是同性恋 有的连长老也是同性恋 这个教会 跟世界没区别 然后呢 这个有的支持共和党 有的支持民主党 对世界事情很热衷 对传福音不热衷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 哪里这个 这个 这个 需要福音 那不是他们的事 他不传福音 他们就是 每一天讲知识 都是来自于知识啊 但是 他们觉得 他们不讲圣经 那么有的人呢 认为圣经 都过时了 这个叫自由派的教会 过时了 有一些行为 包括怎么样 哎呀 这个有好行为 这个是可以遵守的 但是神迪歧视 这个都过时了 这个不应该在教会 讲神迪歧视 当然讲神迪歧视啊 今天也有神迪歧视啊 对不对 我们病得医治 我们生命被改变 我们从败坏的人 变为一个新造的人 这都有很多的神迪歧视啊 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 有神迪歧视伴随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教会 一向世界妥协 就是俱乐部 就是萨迪教会 一样一样的啊 但是即使是萨迪教会 这种俱乐部 也有那么几个 哎呀 让主的心得到一点安慰 说这个教会 还有那么几个 身穿白衣的 未曾被 没有被污秽的人 还是有那么几个 对不对 我今天 哎呀 我就想到这个 三的教会 有个著名的牧师 叫顾约瑟 我认为这个 这个牧师就是那个 身穿白衣 与主同行的人 其实像这类的牧师 和这类的弟兄姊妹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即使在这些萨迪 这类的教会里面 还是有的 所以主夸奖他们 主肯定他们 他们的生命册 是在主那里面的 我们看他怎么说的 他说的 主宣告说 这个少数 虽然是少数 但是呢 是与主同行的人 与主同行的人 所以 陶主的血 这也是 萨迪教会 当责备了以后 有这么一点点的 安慰 这个安慰 不是安慰 萨迪教会 是安慰主的心 一个教会 如果有这么几个 身穿白 与主同行的人 主的心 会得到一点安慰 所以主是教会的丈夫 是我们幸福的丈夫 那看到这个幸福 一个都穿的 这个买了八胎的 对吧 这个衣服都是 这个 洁白的衣服 都上面沾染着 这个泥土 沾染这个 这个污秽 那这个 你想 这个怎么样 我记得有一天 我记得我们 来到美国 那时候 刚来美国 我们在那个 Community College 来学英文 然后呢 老师结束了 就有一次 让我这个演新郎 让一个姐妹演新娘 这个也是华人了 然后我们就演剧嘛 就用英文演剧嘛 然后就给他 弄了一件 这个新娘的衣服 我就穿西装就行了 演戏的时候 那新娘的衣服 我可能演了几百年了 那也没有洗过 脏得一塌糊涂 你知道吗 哎呀 我一看 这个我 我说这新娘 我不要 这个我得 我得要一个 这衣服也太脏了 跟他演戏的时候 那灰的 就用我鼻子打喷嚏 这哪行呢 所以你看到 我举着例子 就是耶稣基督 他希望他的新娘 是装扮整齐的 那个白衣 没有被误会的 没有被误会的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说 耶稣的应许 耶稣这里 这个有两个应许 非常的重要 他说 他怎么说的呢 凡得胜的 第五节 必这样穿白衣 得胜的就跟刚才 这几个一样 穿白衣 没有被误会的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车上 涂抹他的名 其他在我父的面前 在众使者面前 认他的名 圣灵下众教会 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应当听 这里边两个问题 讲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 就是这个白衣 得胜的 要穿白衣 刚才讲了 有几个穿白衣的 什么叫 你要读福音书 有一次 这个国王请客 有一个人 没有穿礼服 就被撵出去了 对不对 那什么叫礼服呢 那礼服为什么 特别赶出去 很多人问我 这个人 那礼服呢 是人家给的 那礼服不是我们 自己所没的 是主人发的 你看现在 有时候 你看 我也参加过 很多证婚的 有的时候 跟他们讨论 这证婚细节的时候 很多的这个伴郎 伴娘的 这个衣服 都是新郎新娘给发的 对吧 那这个 他们买的嘛 他们给这个 好朋友 闺蜜 买一些漂亮衣服 做我的伴娘 那有的这个 给一些帅哥 买一些帅的 这个燕尾服 来做我的伴郎 那这是 白白给的 我们今天的救恩 也是耶稣基督 白白给的 可是呢 有一天我回到天国去 天上的那个婚宴 那个大宴席 哇 你把这衣服脱了 人家给你个 你没穿 那你怎么能做 伴郎伴娘呢 对不对 你穿一个破头吃烂的 这个穿个破衣服 然后到那 棚头盖个垢面的 跟世界一样的污秽 那新郎怎么说 你别做了 你别做我的伴娘了 你做不了啊 这个同女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嘛 所以这个 在天上 未来 就要 没有被污秽的 那我们就得 行出没有污秽的样式 行公义 好联敏 与我的神同行 这个非常重要啊 所以你看那 萨利教会 不行公义啊 也不好联敏啊 有事钱啊 有钱 钱很多的 从来不缺的 而跟世界观音都很好 跟那个撒旦教也不错 跟那拿底米教的人也不错 那个拜罗马皇帝的也不错 跟谁都不错 关音都不错 就唯有跟主关系有问题 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 很多的教会在外边的关音都不错 就跟主关系出了问题 可是你知道 这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耶稣 你今天世界都说你好 有一天你去不了主那里 主说你不好 你就灭亡 如果今天世界人都说你坏 都说你不好 但主说你好 你就得救 所以基督徒不是讨世界的喜悦 基督徒也不是讨政权的喜悦 基督徒更不是讨那些 啊这个这个这个 打砸抢烧杀的人的喜悦 基督徒是要单单讨 耶稣基督的喜悦 因为你叫基督徒 什么叫基督徒 就是小基督 基督徒就叫小基督 就是活出基督样式的人 这个非常重要啊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网上不要乱传一些东西 转来转去的 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转东西 转东西你要看一看 我前几天我看到我们教会就就把那个南西波罗斯 这个把撕圣经的转出来 我说那是屁的那是假的 南西波罗斯一个国家的议长 他怎么会撕圣经呢 他绝对不会的 不管他多么反对共和党 他也不会撕圣经的 就一看是屁的嘛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转这些东西 还有有些的这个这个 这个文章转来引起争论的不要转 尤其我们主日崇拜这一天 不要转任何的东西 到主日崇拜这天分别未胜 这一天你要在微信里发东西 最要发你原创 你自己的看法 这个比较好 不要转别人的东西来表达你的看法 因为那些东西后边都有一些的 他们的目的 然后引起争议 这个多不好啊 对不对 那个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一个团契就是 这个就是发生争论了 我就给他们写了 我就写了几点嘛 对不对 我很担忧嘛 我就写了 我说第一个 这个这个白人 把这个黑黑人压死了 这白人是不应该 他要负法律责任 必须的负法律责任 那第二点 游行示威 这有宪法的规定 这是公民的权利 我们应该肯定 但是如果利用游行示威 打砸抢烧杀 伤害人 这个违反法律 这个我们基督徒不能赞成 对不对 那另外呢 我觉得主日崇拜的时候 弟兄姊妹不要争论这个事情 把这一天分别为圣 从早上起来 我们就把自己 这个这个 要穿白衣啊 对不对 干干净净的来到上帝里面 不要在微信里那一天 传任何的 传任何的跟你教会没有关系的事情 不要传那些东西 就是传我们教会 礼拜天要崇拜了 我们啊 美西时间十一点 美东时间下午两点 中国大陆上午上午这个这个 啊 这个 晚上 晚上啊 这个这个 两点 啊 这个这个时间 那礼拜六呢 我们中国大陆的 是上午十一点 我们的入伍里面崇拜神 那我们就每天传这个 然后 然后你加着神的话语 多好 耶华永远作者为王 啊 对不对 神爱世人 你要 这样的读章子 赐给我们 我们多谢神的话 啊 所以那个 神必带领我们走出死淫的幽谷 我们也不怕遭害 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对吧 你的仗 你的干脆安慰我 我们写着神的话语 礼拜天 早上就 呱呱呱呱出船 而且写到自己的感想 啊 这多好 我这盼望弟兄准备 能够把 不仅礼拜天 就是平时也把自己分辨为圣 咱们自己一讲话 又想到你是基督徒 你一讲话 人家会想到你是代表耶稣基督的 那你要代表耶稣基督 你会怎么讲话呢 你一定做和平的使者嘛 一定做爱的使者嘛 那这个圣 奥古斯丁 不是 这个法兰西斯 不是唱那首诗歌吗 写的就是 让我做和平之子 在憎恨之处 拨下你的爱 在憎恨之处 要拨下我们的爱 我们基督徒更不应该 互相攻击 互相挑拨 也不该攻击我们 这个 不管是执政的 在野的 都不应该去攻击他们 就为他们祷告 基督徒的责任 就是为他们祷告 这很重要 那么看 穿白衣 我们才能够 进入到婚宴 进入到大宴席 那就说明 进天国是有条件的 第二就是生命彻 生命彻 什么意思呢 说如果你得胜的 你就必不从生命上 涂抹它的名 涂抹 因为我们大知道 这个新约的圣经 尤其启示录 是用羊皮古卷写的 羊皮写的 羊皮写的字 你能够用橡皮擦掉吗 涂抹不掉 就是我们这个名字 是刻上去的 刻上去的 那刻上去的 你要想把它拿掉 怎么办 你能拿刀 给它磕掉 给它削掉 这就非常可怕了 对不对 那这个生命彻的名 是怎么写上去的呢 有时候我受洗 就写上去的 不是的 有的时候 我行得好 就写上去的 也不是的 这个名 应该是在创世之初 在耶稣基督里边 被写上去的 在以赴所说第一章 第四节 我们是被拣选的 怎么被拣选 是在创世之初 在基督里被拣选的 但有人说 哎呀 你讲这预定论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上帝就是预定你得救的 预定你得救的 没有错 可是你要有好行为 你没有好行为 怎么样 你会被抹掉 涂抹掉 这个就比较麻烦的 虽然你被拣选了 可是你被涂抹掉了 你看当年 这个最早出现的一段经文 是在出埃及记 摩西向神求赦免以色列人的罪 说主啊 如果你赦免他们的罪 宁可把我的名字从那儿 涂抹掉 这第一次出现 当然保罗也讲过 在罗马书第九章说 这个为我的同学 我心里常常忧愁 有感动 为我的同胞 鼓入至今 自己受咒诅于基督分离 我都愿意 所以保罗爱他的同胞 爱到一个程度 说我的名字被涂抹掉 被咒诅 都可以 只要他们都得救 那今天我们 做神的儿女 我们也要有胸怀 为我们的弟兄弟们来祷告 Amen Hallelujah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承认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无论世界怎么改变 我们不与世界同流合骨 我们不与世界妥协 我们警醒 我们做一个守望者 守望者 你看萨迪教会 就不做守望者 旁边的教会 士美达被逼迫 离他只有五十到六十英里 那么远 被逼迫 他们从来不讲话 那今天也是 我们国内的 那么多的家庭教会 教堂被拆 王毅牧师被判九年 就因为信仰 被判九年 那么多的徒刑 如果在文革也就算了 你在一个开放的时代 一个中国要进入到 世界大家庭的时代 对不对 你都加入了WTO 加入世贸组织 加入一切的国际组织 你却不遵守联合国的规定 那我们今天的教会 没有人讲话 而且甚至有的 还在那边 抗热闹 做警上官 不仅如此的人 说风凉话 那你这就是 萨迪教会一样 这个有天我们 不好见主面的 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 所以我们在美国 有多少教会 能够为王毅牧师 为中国被拆的教堂 祷告哭泣的 不多 我是其中一个 我也经常被批评 被骂 会说我是政治牧师 民运牧师 那今天请问 美国的政治 你夺得掉吗 美国的政治 你夺得掉吗 你有没有选 参加去选举 你要去选举 你就碰了政治 是吗 这是基督徒的责任 政治是众人事物 教会不可以 也不可能脱离政治 而独立存在的 教会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要影响这个世界 用你的好行为 用你神 实际上的救恩 用耶稣 基督的爱 来影响他们 主动地影响他们 否则有一天 教会被逼的 最后就变成 像萨迪一教会 没有任何影响 跟世界一样 有没有他教会 他也不发光了 无所谓了 外面人觉得没问题 你看你回教 也觉得你好 活教也觉得你好 一官道也觉得你好 然后那个 这个新天地 也觉得你好 共产党也觉得你好 你都好 那你就失去了 上帝的称赞 可能上帝说 你不好 你没有一样 是完全的 所以我们今天 要在神的面前 警醒 警醒 马太福音说 凡有人 凡在人面前 认我的 我在我天父的面前 也必认他 凡在人的面前 不认我的 我在天父的面前 也必不认他 所以今天 当我们分享到 萨迪教会的时候 我们盼望 弟兄姊妹 在这末世的时候 我们要活出 基督徒该有的见证 向世界死 向神活 而不是向神死 向世界活 所以我们要警醒 这个教会 越来越 向世界 妥协 同于世界 同流何故 要警醒 不管世人 怎么样 但是我们 一定要坚守真道 至死忠心 来荣耀主耶稣的名 好 感谢主 来我们唱有 回应的诗歌 我们结束 今天的聚会 我们先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主啊 在我们为 分享到 萨迪教会的时候 我们心里 哎呀 非常的难过 亲爱的主啊 求你来赦免 主啊 萨迪教会 包括我们今天的教会 主啊 看到那些穿白衣的人 我们何等的羡慕 他们愿意在那个 向世俗妥协的时候 他们绝不妥协 他们坚守主的真道 他们与主同行 他们讨耶稣的喜悦 让我们今天让我们 风仑华教会 普世的华人教会 以及今天美国的教会 都能够兴起来 不向世界妥协 主啊 唯有顺从主的旨意 主啊 能够在公义上发声 主啊 在爱的里边来活出 主啊 主给我们的使命 亲爱的主 求你来用你的爱 来化解这个国家 不管是白人 还是黑人 还是我们亚裔人 都在基督爱里边 彼此相爱 因为我们的生命 都是尊贵的 都是主所创造的 谢谢你 亲爱的主 我不知道我们这里 还没有 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今天愿意 啊 你活出主的见证 你说我愿意 做神的儿女 如果你是基督徒 过去你一直昏睡 你现在突然感觉 圣灵催眠 要经营起来 为主而活 你也写我愿意 上帝看到 就必祝福你 你就是那穿白衣 与主同行的人 谢谢亲爱的主 听我们的祷告 把荣耀送赞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